欢迎来到我们的《两韩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一些有趣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抵达韩国 开始了他的亚洲之旅 这次旅行不仅仅是为了加强与韩国的关系 还包括了对菲律宾的访问 在这个行程中 布林肯将讨论加强联盟和对抗朝鲜的扩展威慑力等重要议题 同时,美国特种部队在韩国的训练演习也受到了赞扬 这次训练演习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突发威胁 特别是在朝鲜日益增加的军事活动背景下 在另一方面 我们还注意到了一些生活领域的新闻 加拿大的诊所和水疗中心提供的午休拉皮术 因为可能误导顾客而受到了关注 这种使用PDO线进行的提升手术 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效 但存在的风险和副作用也不容忽视 而在体育领域 澳大利亚短道速滑选手布伦丹 科里在世界锦标赛上的表现令人瞩目 他成为了首位获得个人奖牌的澳大利亚选手 这无意为澳大利亚的冬季运动带来了鼓舞 最后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关于全球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分析 比如 当前的国际局势与1930年代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角色受到了挑战 此外 日本银行即将讨论是否结束负利率政策 这对全球经济都将产生重大影响 而在俄罗斯 普京的连任几乎没有悬念 但这次选举的公正性受到了广泛质疑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概述 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高级官员布林肯抵达韩国参加民主峰会 南华早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已抵达韩国 开始了为期短暂的亚洲之行 其中还包括对菲律宾的访问 布林肯此次访问 旨在加强与这两个重要地区盟友的关系 并将讨论加强联盟和改善 对朝鲜的扩展威慑力的问题 对菲律宾的访问 将重申美国对其盟友的承诺 并解决与中国的问题 包括南中国海争端 美国正在寻求改善与地区盟友的关系 以抵消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美国突击队员赞扬在朝鲜阴影下的意外训练 日本时报 美国特种部队在韩国赞扬最近的训练演习 这些演习使他们能够应对突发威胁 韩国特种作战司令部的德里克·利普森准将表示 最近的全球危机表明 威胁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事情 都不能让他们对下一个威胁的来源感到有信心 朝鲜在其武器计划方面的进展 包括可以打击美国的弹道导弹 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些午休拉皮术在大多伦多地区的医疗水疗中心很受欢迎 但患者对该程序被误导 并有可能面临风险 多伦多星报 根据多伦多星报的调查 加拿大的诊所和水疗中心在关于聚二氧物内止 PDO线提升的质量和效果方面误导顾客 PDO线提升是将长缝线插入皮肤下 以紧致和减少细纹的方法 在加拿大 PDO线并未获得用于美容的批准 但一些提供商会飞标使用 这是允许的 但它们不被允许宣传此类使用 根据已发表的研究 PDO线提升可能引起疼痛或不美观的副作用 并且只能提供短期效果 布伦丹在惊喜的世界锦标赛铜牌之后 成为了比布拉德伯里更好的选手 澳洲ABC 布伦丹 柯里是一名短道速滑选手 他成为首位在短道速滑世界锦标赛上 获得个人奖牌的澳大利亚人 柯里在路特丹的1500米比赛中获得了铜牌 最初以第四名的成绩完成比赛 落后于荷兰选手詹斯·范特沃特 然而 由于韩国两位赛前热门选手之间的一起事故 柯里后来被提升至第三名 柯里是因为他的祖父母 而代表澳大利亚参加比赛 他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 首次代表该国出场 距离澳大利亚上次在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获奖 已经过去30年了 外面看起来很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彭博社 今天的世界在许多方面都类似于1930年代 独裁大国试图扩张其帝国 地区冲突相互交织 受到美国优先原则的诱惑 美国正在从全球参与中撤退 虽然当前的国际体系 比上世纪30年代崩溃的体系更强大 但仍然面临风险 美国必须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捍卫它在二战后建立的自由秩序 美国必须防止重大战争 并在必要时有效地进行战争 例如 对乌克兰的援助是一项积极的行动 可以帮助美国为未来的冲突做好准备 美国还必须认识到 维护全球秩序是一项集体努力 没有美国的领导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必须在撤退和全球稳定 繁荣和民主至上之间做出选择 BOJ货币政策 布林肯在马尼拉会见马克思 GoTo收益 日经亚洲 日本银行将在周一开始的会议上 讨论是否结束 自2016年初以来实施的负利率政策 如果该政策被废除 将对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的企业和家庭产生影响 并对全球资金流动产生影响 与此同时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将出席首尔的民主峰会 然后前往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马克思会晤 GoTo和腾讯等公司将在本周公布财报 普京成为新斯大林的转变已经完成 英国每日电讯 弗拉基米尔 普京有望在今天的选举中连任俄罗斯总统 这次选举被广泛认为是一场骗局 然而 普京希望他的胜利能够证明俄罗斯人民支持他的行动 包括对乌克兰的入侵 俄罗斯宪法已经修正 允许普京继续执政至2036年 普京从未与真正的反对派候选人进行辩论 也从未允许按照国际标准进行自由公正的选举 唯一的反战候选人鲍里斯 纳德日经被克里姆林宫控制的选举委员会禁止参选 选举周围的气氛充满威胁 宣传广告鼓励选民去投票 网络投票使操纵选举结果变得更加容易 预计普京将获得至少80%的选票 战时劳工问题仍然笼罩着日韩关系 日本时报 尽管去年未稳定双方关系做出了努力 但韩国劳工对日本公司提出的二战索赔 仍然影响着日韩关系 两国在领导人峰会后恢复了外交访问 但紧张局势仍然存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芳正表示 改善关系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 道奇队在首尔对圣地亚哥的开幕战前 将右投手丹尼尔·哈德森加入了名单 多伦多星报 洛杉矶道奇队从3A级俄克拉河马城 选中了右投手丹尼尔·哈德森的合同 37岁的哈德森与道奇队签下了一份 为期一年价值200万美元的合同 他在去年的三次出场中拿下了一次救援成功 但随后因右膝内侧赴韧带扭伤而赛季报销 哈德森在职业生涯中效力过多支球队 共计13个赛季 他的战绩为59胜43负 防御率为3.79 拿下了33次救援成功 爱飞说做母亲应该感觉像是一份礼物 但对她来说却感觉像是一种束缚和负担 澳洲ABC 越来越多的亚洲和全球女性选择不要孩子 原因是养育孩子的高昂费用 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时间和机会上 在许多亚洲国家 女性被期望生育和抚养孩子 但他们越来越意识到养育孩子所带来的负担和牺牲 东亚国家的生育率下降 被归因于工作文化的要求高 工作时间长 家庭支持不足 以及对有孩子的女性的歧视 经过篡改的照片 对君主制造成的损害是真实的 澳洲ABC 据说肯兴顿工的信誉岌岌可危 这是由于其有缺陷的沟通策略所致 《皇家传记》作家克里斯托弗·威尔逊指出 自戴安娜王妃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以来 新闻真空不断扩大 迟早会爆发 宫殿制造了公众对每日照片机会的渴望 而最近的新闻封锁 使一些人感到沮丧和愤怒 威尔逊认为 通过偶尔发布关于王妃进展的公告 最近的争议本可以轻易避免 照片机构对该图像的戏剧性杀死 加剧了这一争议 有报道称 粗心的未公开编辑 违反了他们的编辑标准 法新社全球新闻总监表示 肯兴顿宫不再是一个可信赖的消息来源 将来 宫殿可能不得不重新安排照片拍摄 或更多的依赖单一的专业摄影师 而不是发送王子或公主自己的照片 加拿大选手金博厅 首次获得短道速滑个人世界冠军 夺得500米金牌 加拿大CBC 加拿大速滑选手金布丁 在国际华联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的女子500米比赛中 赢得了她的第一枚世界冠军金牌 她从一开始就领先 并以42.626秒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荷兰选手桑德拉·费尔泽伯尔获得银牌 美国选手克里斯汀·桑托斯·格里斯沃尔德 获得铜牌 这次胜利标志着布丁在世界锦标赛上 获得的第一枚金牌 她之前曾在500米比赛中 获得过两枚奥运铜牌 在男子500米比赛中 乔丹·皮埃尔·吉尔斯 在最后一圈前与队友史蒂文 杜波伊斯相撞后获得了铜牌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